女士们 先生们 下午好 今天我很荣幸代表墨西哥政治理发言 墨西哥和中国驻离很远 当时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年之后 我发现这两个国家之间有比我想象的 这种很多的生存支柱 我今天也同样代表我的公司在这里发言 接下来 请允许我用英文 请允许我的养地 我们是专门专注这个专门和墨西哥之间的混合 我们对中国交友的养地 专门专注来 我们会有一个社会的养地 中国和墙西哥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带来美西哥人到中国 我们正在发展这种区域 带来中国游戏来美西哥 之前我们最主要的节目是 让美西哥人到中国来 让中国人到墙西哥去 我们来说是有新的友人 我们基本上是在高尾的业务 所以我只想给你一个人的感受 因为美西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这种高端的西山市场 我们主要目的地上都会为 这些客人能够在游戏关系 我们现在进行为与美西山市场 我们对美西哥的公司 和中国家的公司 中国人的旅客 从美西安市场 我们这个公司是 不可能是美西哥的旅行者 还是中国的旅行者 对美西哥的旅行者 对两方面都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这个公司我们是正在调整的公司 我們能夠長期合作的中國公司 我們在這裡做人事業 我們在處理人物 從美國到中國 從中國到美國 從中國到美國 我們在這個行業所做的生意 我們總是在讓這個人 從一個地方帶到另外一個地方 不管是從中國 帶到美國還是美國 所以讓顧客對我們有信心 所以讓顧客對我們有信心 所以我們能夠給他們提供非常有染的服務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要說一點點 我們是個公司的一刻宗旨 我們這刻宗旨 我們是我們的宗旨 我們這刻宗旨 就是要超越我們的顧客的希望 所以我们有新客户来到美积或美积人来到中国 他们预期有些好服务 但是他们说 哇,中国游客来到美积,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想要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基础 能够促进两个国家的两个市场 我们要讨厌这些我们需要在中国 有一个合作很大 我们要达到这些我们都需要在中国有一个合作很大的 我们要达到这些我们需要在中国有一个合作很大 所以,我们的继续来谈举 我们都需要最后一点点 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价值 我们将会多得了一双合 我们都需要在中国业里面的合作 所以,我们随上团队,工作和自己的同事 Honesty is very important, it's very important, and service attitude, service attitude. So that's it. This is China's service. After the meeting and working tim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f you want to exchange some business cards, we'll be glad to talk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